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白 我们开始解说二次元的彩蛋系列哟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彩蛋是 Overlaw 不使者之王 欢迎订阅频道 让我们开始吧 暗子物而共,不存在败北 我们先从我们Overlaw的主角 飞蜀大人醒来时所在的世界 Y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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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名称开始吧 这个名字没有靠搜索 你根本不知道想念啊 它的由来是什么呢 Ygggg 在北欧宇宙学中 是一棵巨大中央神树 在它周围存在着其他一切 包括九界 它位于宇宙的中心 在古挪威宇宙 Ygg Drasil 也被普遍接受为 奥丁的马 因为Drasil的意思是马 而Ygg 是奥丁的众多名字之一 关于Ygg Drasil 还有更多意义和故事 感兴趣的话 我们会后续开根 要说名字的起源 怎么能少了主角的名字呢 安之我共 Eins O'Gorn 这名字的来源 是由安之一群人 在游戏初期时 开创的旧工会名称 Nine Ongo 达人自顺势后 衍生而成的 原意也就是最初的九人 象征着九人的目标 而同时也有另一个说法 叫做Eins O'Gorn 意思也就是 并不是全部都离去 颇有那种 最后就算只留下 非属艺人 而非属 艺人也仍是安之我共 的销舍之意 在漫画第一画中 安之打开了 雅尔贝德人物设定 看见了长长的一段 这一段 普遍汉话组看到 是会跳过不翻译的 所以让我们用手机 翻译来看看 雅尔贝德 有什么隐藏人色吧 哼 人色中大致写着 总是保持着温柔的 问话和态度 眼神温和 就算说他是天使 或女神也不为过 本来就是作为 最高位的天使 而被创造 但因为和怪物融合了 人格也变得很厉惨暴 狡猾 事无忌惮 拜天心所赐 在给予对手绝望时 会感到身心愉悦 平时温和的表情 都是为了掩盖 内心欲望膨胀的 虚假表象 嗯嗯 总结来说 雅尔贝德 就是拥有着完美的 欲解身材 加上斗艾性格 看着刀白嘴角泪水 不自觉流了下来 噗噗 顺道一提 雅尔贝德的名字 Albedo 其中的含义 在科学定义上 叫反照率 就是太阳照射在 月初相时 反射出来的光线 在拉丁文中 也代表着 纯白色的意思 这很符合 雅尔贝德 那全身高雅 纯洁的晚礼服 和那被人称作为 纯白恶魔称号 另外一个有趣的点是 雅尔贝德这个人物 在原本的web版本中 其实是不存在的哟 是在过后文库版时 才新加入进去的角色 在这里 为建议加上 雅尔贝德那位人雄 献上我们最高的敬意和膝盖 蹦蹦 接下来我们能注意到 在安置体内中央 有一颗发光的红色物体 这些被称作为 飞蜀的红色宝珠 是安置拥有的 世界级物品之一 根据作者玩上的说法 飞蜀的名字 原本就存在 在那个世界物品上 作者说 这是除了他一个人之外 应该不会有人知道的 顶级飞蜀的秘密 好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而无论谁拿到了 这件世界物品 名字都不能更改 因为它是属于飞蜀的 只有在网络小说中 安置才指出 只要他继续使用这宝珠 它就变得越来越强大 据说 这个红色球体 时刻都会散发出一种 恐惧的气息 由于宝珠位于 安置的腹部 许多角色 开始相信宝珠本身 就是安置的弱点 并试图在网络和 清小说中 摧毁它 像是罗伯代克 用拳头激动 它认为是 安置弱点 红色宝珠时 全套反而裂开了 本该 以为是脆弱的弱点的东东 殊不知 它竟然比 什么都还要硬 以上就是这部分的内容啦 如果你在你喜欢动漫中 也发现了有异色彩蛋的话 欢迎私信大白 大白会后续收集后 直做成视频的 喜欢请多支持哟 小伙伴们看完 记得订阅频道 那我是大白 我们下次见咯